今天我看见比较牛的操作啊 跑下去送了一个快递 然后再跑回来 你看 这么气喘气气的跑回来了 人才啊 真的是人才啊 厉害 刚才跑到前面那边的小店 去送了一个快递 大家好 我是胡飘胖子 这边又发生事故了 今天我出门碰了两桩事情了 一个是那个快递小哥去捡东西 这边是一个奔驰车跟大巴车堵在路当中 谁也不肯了 这个路因为一边是滑了停车位 另外一边是围停啊 我的马左手边就是视频的左面啊 全部都是围停啊 都是停的那个围停那一排 因为这一排围停的存在 就导致这个地方两车道 实际上中间是很紧张的 有很多地方可能两辆车一起通行是存在问题的 特别是来一个大的那个 就是说 公交车之后啊 那就更严重了一点 在这里等了也有一分钟了 真的是 很佩服啊 我也不知道开车的是不是个女司机啊 但是反正它就开不过来 等一下我们走近一点再看一下 到处就不就完了吗 我真的是到大运来的 抓到这段时间了 我靠 太爽了 人生啊 就是这么奇妙啊 已经两分钟了 还没搞定呢 估计等一下我后面就要堵起来了 现在还没有堵起来 到处去把那倒了呀 有啥好想的呢 外卖司机已经瘦了 我往前开一点啊 其实是开得过来的 你看我这个位置开的话 是有缝隙的 你看 是有缝隙的 其实是开得过来的啊 不是想象的开不过来啊 只是司机不敢开 应该是个女司机 不过这个卡车也已经确实过线了啊 也看得到啊 已经过了黄线了啊 很屌 非常可以 非常牛逼 真的可以 真地牛逼 这不就到处去不就完了吗 堵在这里干什么呢 我没看懂 我很有意思 哎呀 难得碰到一个恶气的 不过我们后面都要陪着 他那边后面还没有车 倒不出去了 实际上是有空间的 你看 我这里看也有空间 你看 昨天还能走个轮 对不对 是吧 我这边看也是有空间的 对吧 我这个两个们欧上气了 还是可以 非常好 然后裂平车司机也走不了 哎呀 这真的是可以哦 我都不觉得我排队排在后面 很不好玩了 我电瓶车司机可以转弯走 哎呀实况转播 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的情况 在这里读了很久很久 对 那个卡车是走不了 因为他如果拐的话 会插车的 那个前后的空气不顺太大了 哦 感觉也能走 丢 人才呢 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浦东锦绣路 看一下导航的位置 看一下位置 浦东的锦绣路 你看导航位置浦东锦绣路 锦绣路 东城锦绣路这边 走的很厉害 两个们好像都不打算走了 有一点嚣张的气质 对面好像没来什么车 差不多是这样吧 又一个电瓶车司机到上面走了 你看 这个时候就发现电瓶车的灵活性了 看到没 这两条路上都是围停 你看这一排车全是围停 这一群围停之后 就导致前面就没办法了 知道吗 因为他们都是围停 你看到吗 对吧 统统都围停了 这围停就导致整条路就堵起来了 不就要等交警过来了 这个白色的司机 不知道怎么想的 哎呀 风景还是挺好的 不得吗 这哥们已经掉头车了 又来了一个车 我们协调了 再协调一下 这哥们说让那个车往后倒 他那个车说后面还有车不能倒 轮开了 我也只有这些热心的小伙下去 对吧 才能解决我们现在目前的困境 我那个瓮子司机可能比较屌 不是太想了他 应该不什么想你这个小伙吧 哎呀 我们还是坐着看戏就好了 师傅一直在喊倒不会碰的 师傅一直在想到倒不会碰的 哎呀 这真的是可以啊 现在开始倒出去了 倒的可以了 嗯 搞定了 还是这哥们出手 瞬间就解决了 我靠搞定了 看他车走不走了 这就快 aport 我们也要车了 这个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这个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我们也要车了 这个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混账